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二百三十集 小周不是说好来送我们的吗 要走你们自己走 我跟我儿子在这里等小周开豪车送我们回去 宋老太坐着不走 还将周少景刚才送来的那些补品都护在面前 生怕被谁抢了似的 宋母看了看大包小包 有人送当然是最好 但他还是征求女儿的意思 周少景已经走了 要等你们就等着 妈 我们走 宋卿城接过母亲手里的一个大袋子 转身就走 卿城 要不 要不再等会儿吧 小周的包和车钥匙还都放在这里呢 宋母瞥了眼桌上的包和车钥匙 宋卿城一眼就认出那是周少景的 拿过来我给他放服务台 回头他会自己回来去的 你凭什么拿 我替小周保管着 宋老太从餐桌上将包和车钥匙抢过来 抱在怀里 行 回头人家里面东西要是少了 您自己负责 宋卿城倒是无所谓 提着东西就要往外走 无巧不巧 周少景这会儿就来了 虽然很不想看到他 但是人家刚才 确确实实帮了自己的忙 这会儿过和拆桥是不太好 而且周少景知道自己的事 万一他跟家人乱说的话 就更不好了 你怎么又来了 帮你把人打发了 当然要过来 我还答应奶奶送你们回去呢 不用了 我们自己走 宋卿城冷漠拒绝了 这么多东西 宋叔腿脚又不方便 奶奶也这么大年纪了 你真放心让他们去挤公交车啊 周少景处处为他们着想的样子 宋老太接过话头说道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恨不得我们挤公交摔死才好 宋卿城决定不再说话了 周少景既然能急匆匆地回来 肯定是铁了心要送他们 送就送了 省得在这里拖延时间 有个男人确实省了很多事 周少景又是特意想在家人面前表现 所以处处都表现得积极 就差要把父亲给背进屋了 小周 今天真是麻烦你了 来 过来喝点水 休息一下 宋母给周少景倒水 妈 您不用忙了 我还要赶着回去上课 就先走了 宋卿城拉着周少景 让他一起走 看得出 宋卿城的用意 就是在赶周少景走 周少景一脸可怜兮兮 清城 我真有点渴了 宋卿城看了他一眼 明知道自己在赶他 却还这般死皮赖脸 也没谁了 来 你过来坐一下 这水不热了 我去重新烧一壶 家里的东西都很陈旧 水壶还是老式的 周少景光是看着外表 就喝不下去水了 当然 他不会说出来 宋老太看着周少景 一身西装鼻挺 脚上的皮鞋 擦得跟镜子似的 这一身行头 一看就值不少钱 只要是有钱 宋老太便是越看越喜欢 小周啊 你现在 是不是还在大公司里 做那什么经理啊 是不是很厉害的职位啊 能拿多少钱一个月 奶奶 我现在在我爸公司里 帮我爸分担点工作压力 也没说多少钱一个月 反正我们家 就我这么个儿子 等我爸老了 我就接任我爸的公司 哎哟 那你 岂不是要当大老板了 宋老太惊喜若狂 先把这个小周给哄好了 没准将来 还能救济救济 他这个老太婆呢 周少景笑笑 答案也不置可否 小周啊 你这么年纪轻轻 就这么厉害了 这将来啊 只不定要当上首富了 宋老太的马屁 是拍得巴搭巴搭的响 周少景谦虚的说道 奶奶见笑了 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小周啊 你将来要是当上首富了 可千万不能忘了 你还有个奶奶 流落在这个三间破旧的房里 没吃没喝 还要看人眼色度日 说到最后 宋老太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还不忘瞥送清晨一眼 言下之意 是要看他脸色度日 奶奶 您就放心吧 将来清晨 一定会辉煌腾达起来的 要是让宋老太知道 清晨现在傍着纪正廷这样真正的首富之首 那宋老太 还不得激动地背过气去 就他 宋老太一脸瞧不起的样子 撇了窗前站着的宋清晨 然后冷哼一声 他这辈子 要是飞黄腾达 那这世界上 就不会有穷人了 宋清晨就想不通了 自己不过是个还没毕业的女孩子 从董事开始 他可以说是一天都没有闲下来过 帮母亲做家务 做饭 省时间让母亲做手工活赚钱 成年了 就开始在外打工赚钱养家 替父亲还债 带妹妹去看病 这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反而还被人嫌弃 难道当他是三头六臂的机器人吗 奶奶 你要对沁城有信心 我相信 沁城一定会有出息的 而且 我也一定会帮助他的 周少景洋装得跟个证人君子一样 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就别拿钱 白白往他一个废物身上砸了 我告诉你啊 他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 你可别最后赔了钱财 还弄得一身脏 不会的 沁城现在也很厉害 只要他愿意跟我合作的话 我保证 只要我是首富 那么我下面绝对是他宋 沁城的名字 只要有沁城 助他夺下季家的一部分财产 他也能当个小首富 宋老太一听到首富两个字 就感觉像做梦一样的激动 真的吗 你打算怎么跟他合作 这个 周少景 周少景当然不敢说多少 正好这个时候 宋青城叫了他一声 喝止了他的话 宋青城之所以寸步不离 就是担心周少景 跟奶奶乱说什么 你吼什么吼啊 选你嗓门大是不是 宋老太被他这一声吓得一跳 便冲他发火 周少景本来就是 想吓唬一下宋青城 这会儿委婉地说道 奶奶 这些事说来话长 以后有机会再跟您慢慢说 总之 您就等着在家享清福吧 有你这句话 奶奶就是在家 一天喝三顿稀饭 也开心